大家好,在去年的年底,我們為大家來到環琴這一邊 去實地視察一下澳門新街坊這個項目 在我們回訪這個項目後,竟然有一些新的政策出來了 包括取消了買家的年齡門檻 從之前要求18歲以上的一個年紀限制都放寬了 另外取消了必須要等5年的轉售限制 更方便澳門居民第二天轉售這個物業 另外調整了套數計算方式 不再以夫妻雙方為單位合併計算 可以夫妻各自擁有一套 時間一年,我們再過來這邊看看 上年有一些細微工程本身正在進行 當然現時已經是完工了 地板漂亮的多少?好像澳門那些 它鋪好了,上年就鋪緊了 上年它承諾了本身這些地板 選購了由歐洲運過來的漂亮石頭 舖製而成的 有點像你去到澳門的噴水池 看到地板又不一樣了 自從上年底我們播出了 關於澳門新街坊的介紹之後 我們這邊也有一些 在海外居住的澳門居民 找我們直接購買這個項目 事隔了一年之後 這個項目現時 它對出的位置、社區配套方面 又變成怎樣呢? 我們就需要帶大家去了解清楚 目前又有些新的政策配合 又會不會吸引到更多的澳門居民 過來這一邊的事業呢?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我們來到環琴這一邊的澳門新街坊 其實對上一次已經隔了一年時間才過來 上年的11月我們有到訪過這裡 這次來到我們主要想看看 很多店鋪開了 之前未完成的工程也做好了 聽不懂嗎? 就像這個水景一樣 有一個外面廣場的水景圓林池 其實也做得很別致的 你看到的成品 一個澳門品牌的商店 也有咖啡店 澳門人是開過的 也開過了 陸續有不同的品牌 特別是澳門的 也會引進澳門新街坊 因為這邊是澳門的主題 澳門新街坊 始終需要澳門的身份證 才可以買到的 所以他也想有澳門大家熟悉的品牌 進駐這裡 除了給澳門用之餘 可以推廣澳門的飲食文化 我這個想法挺不錯的 沒錯 好像現在看到的這個位置 其實這是一個24小時的澳門政務中心 是做什麼呢? 例如你的身份證到期要換證等等 在這裡都可以辦理到 一個澳門居民的便利所思 便利澳門居民一些政務上的事情 你看到了 自助領政機等等 其實這個是一個很特別的 特殊地給澳門新街坊 獨有的一個方便上的一個政策 因為在香港或其他地區 是沒有可能出現這個 突然間在澳門有一個政務中心 現在大家可以看看我們這個大門的位置 其實雖然上年也看過 但今次我們會走到另外一區 就是現在我站在這裡 左邊 上年我們沒有進去看 今年也會去看看這個位置 設計是兩邊屋苑 兩邊的大門口 這邊是中間一條馬路橫跨了 兩邊的天橋是附近的 如果大家留意到的話 格局的設計是很雷近的 一看起來這個大門也挺有氣派的 我們有航拍的 也可以一間再播給大家看看 或者大家可能開啟的時候 我們也看了航拍的 其實這裡我眼看過去了 例如茶飲店、銀行 吃東西的簡餐店、麵店等等都會有 超市都有的 銀行就說對面的中國銀行 有一個萬利 其實是餐廳還是什麼呢? 一間可以看看 71,7仔 昨天七七節很划算 不知道這邊會不會有 雙十一優惠那些呢? 對啊,今天雙十一了 是啊 超市中心 大家如果想看樓 隨時都打電話給我們 因為我們叫做不少觀眾的客戶群 都集在可能澳門也有 有時有美國、加拿大、英國都有 所以都約我們去看樓 嗯,沒錯 歡迎茶飲 那我們再看看 我們有很多澳門觀眾 所以我們有時都會盡量 雲化一點 澳門觀眾都關心的話題 有加澳門新街坊的車剛剛走過 剛剛經過了 這輛大一點 這輛特設了一輛 寫著澳門新街坊 綠色無洋的穿梭車 那它會去哪裡呢? 是去回環琴的後岸 成品咖啡 就是由澳門這一邊開過來的 創辦人亦都是對精品咖啡 本身是有著一股熱誠的 當日我們都特意在這裡 吃了個早餐喝了杯咖啡 在臨酒時都見到 不少的住戶 進來幫襯 成品咖啡 澳門印過來開的 澳門品牌啊 之前就有些報導說這裡的消費很貴 是超出了本身應該橫琴這裡的人士的好單能力的 我自己在這裡就試了個早餐 有咖啡 也有一份的西式早餐 有麵包等等 42元 說便宜就不算很便宜 但是別人這些是精品咖啡 那我拍攝當日呢 澳門朋友也都一直有跟我WhatsApp等等的 他問我多少錢 我說42元 他就說感覺上都比之前某一些媒體或者網上說法 說很貴很貴 他又覺得還算合理的 當然如果你覺得 真的有點貴 40多元的早餐 其實正正在他的對面 就有另外一間榮記 是拿了米芝蓮的 以豆腐麵食為主 當然也有其他的選擇 如果你說要吃其他的西餐 或者其他的餐廳 其實在這個澳門新街科的社區裡面 都一樣有其他的選擇 一會兒大家會陸續介紹 中銀也可以 現時澳門中國銀行 也有他的電子支付工具 澳門也有很多人用的 來到這邊都可以用到 而且澳門人最多人用的電子支付工具 NPay在這裡都可以用到 前陣子澳門的朋友來香港玩 他說NPay基本上都可以在香港付錢 相當之方便 即是澳門那邊 應該是澳門衛生局 這個社區裡面 亦都有由澳門衛生局 特別在這裡設立的 環琴澳門新街坊衛生站 這裡的住回那些什麼要掛號 看醫生等等 都可以在這裡享用到澳門人的福利 現在這裡其實就是 環琴澳門新街坊衛生站 是由澳門衛生局去設立的 亦都是給澳門新街坊的 居民的福利 亦都進去查詢過 根本就不需要用醫療圈 因為醫療圈是用在澳門的私家醫院 私家診所 這裡是政府用回澳門政府的福利就可以了 我們拍攝當天也看到澳門的電視台 在這裡進行的拍攝 後面看到就是鴻江中學 其實這裡附設在澳門新街坊的學校 而且這裡的學校已經在2024年 剛開了學校 九月份 很漂亮 除了新之外 其實紅色加白色的磚 瓦的設計是很別致的 像貴族學校一樣 對呀 內地的比較高端 實驗中學 實驗小學就會起到這樣 旁邊就是澳門新街坊 16棟 文昌座 我叫它為16棟 是文昌座 正對著就是 浩江中學 好我們現在就用航拍機帶大家去看看學校的部份 現在澳門新街坊已經建有小學和幼稚園 2024年到的學期已經開了學 在教育上可以說是提供給住戶門的子女 一條龍的優質教育制度 如果子女已經是讀一些專上教育 例如澳門大學這樣計算 其實由這裡回到橫琴口岸 我們都親自坐過去的穿梭車 由項目出發8分鐘就可以到橫琴口岸 而澳門大學正正在橫琴口岸的旁邊 這裡有材料液站 負責滿足到這邊的居民 收快遞、寄快遞的一個需求 這裡有一個文昌液站 都是澳門居民的 英文都可以看到的 其實都會是政府為居民而設的設施 萬利超市雖然不是大型的超市 但它裡面整個格局 比較像一個高端整齊的超市環境 貨物等等都放得一吃一養 而內部的走道也比較寬鬆 走起來也很舒適 一間小型的超市 你日常所需的東西 米、柔軟醋、飲品等等 全部都齊了 水果、蔬菜、鮮肉等等都有 簡單來說 這間萬利超市就滿足澳門新街坊居民的日常所需 無論是買水果、蔬菜、肉類 以至日用品、設置、女性用品 又或者是洗髮類這些用品 它這裡全部都有了 有特卡、有折扣 簡單來說都是居民日常用品 吃東西全部在這裡都可以找得到 意粉、日用品都在這裡 耳架、地拖、什麼都有齊 毛巾類 碗碟碟碟 洗頭水 女性用品 我們現在就在南區的大門口位置 這個門的出來 其實你可以看到 我的右手邊 大家的右手邊 那就是中國銀行來的 可能有部份的觀眾都有一個疑問的就是 這間中國銀行有沒有機會辦理到澳門的一些熱務 那我問過了 它主要就是辦理到內地的熱務 然後我們的後方 還有一間的 品茶店 品茶 可以吃成粉麵的水餃 手工的水餃 我覺得似乎是老字號應該都是澳門的 這邊就有一個是 蠔式食品店 現在似乎是未開 然後旁邊有一間麥當勞 大家都認識的飯餐店 它通常上高的二樓部分 其實現在是一間糧月控焙 它都在裝修中 裝修中 控焙就是麵包店 現在這邊都很流行 這邊的麵包都很好吃 一會我們都會上二樓的區域看看 因為上面有養者服務中心 有洗衣店 也都有美容店 大門很有氣派 一間我們進去樂園看看 剛才提到的品茶店 我們都入內拍攝了少少鏡頭 我都看到它放了很多珍貴的茶葉 等等 而這間店鋪裏面 都有一些簡單的粉麵 小食可以吃到的 剛才提到的 葡式食品店未開門 剛剛我們在拍攝的尾段的時候 它就開了門 我們都可以簡單的看到 裡面的情況 除了可以買到澳門的手信 我看它應該都可以即場有東西吃的 就在剛才麥當勞的位置 再過來 就有一間榮記豆腐麵 剛剛好我們拍攝當日 11月11日 才正式開張的 哈囉大家好 原來這裡 也有一間 是米芝蓮的餐廳 在美芝蓮的 這裏是11月11日 才正式的店 這間 大家都可以網上查到的 就是一間 就是龍門 永秘豆腐麵食 也是拿了米芝蓮的 住戶門 有食神 可以享受到 澳門的米芝蓮餐廳 我們走入店內拍攝的時候 都看到很多人來光顧 可能始終是米芝蓮比較多的住戶 食客們都會認同這個獎項 再在旁邊 也有一間燒美店 裝修餐廳 這是餐廳的 燒美 我們見到它在裝修餐廳 也都進去看看裡面的情況 是怎樣 問了裝修的師傅們 什麼時候可以員工的 嗯 OK 還有很多手尾汁的 精緻 對呀 一裝修餐廳 黃鴨 很威風 師傅們就說 最快要到月底 可能要到12月頭 吃燒鵝 湯巴巴 潮火鍋工場 這個的裝修可能要再久一點 現在看到的情況 因為外面的框都沒有拆 這間可能月底有機會 或者12月頭 沿著這條電梯上二樓 都有其他食店 而且開張了 大家也可以看看 黃機 餃子 那些是蒸的 對呀 這裏是煎的 餃子 煎餃 麵食 都有的 旺記 在二樓的位置 各位澳門做飲食 本身有口碑 也可以考慮一下 這間是翡翠茶餐廳 現在圍了板 二樓位置 還有少量的店 應該是可以出租的 所以如果是做開飲食的有口碑都可以考慮一下 有長者服務中心 長者服務中心 那這裏有一間是煮茶品茶的 另外有一間叫做南越奧馬洗衣店 前面就有一間簽體中心 女士致愛 扮靚靚 剪頭髮 水剪出 80 紋身價錢 超細中心 女士男士門要扮靚靚 要美容 這裏都可以幫到你了 一邊的靚 看他門面都似乎是走一些專業高檔的路線 另外一邊的二樓位置 就有物館公司雅新活 另外也設有一個長者服務中心 可以讓長者們有空時去坐 環琴澳滿身街坊長者服務中心 開了的 這裏就是長者服務中心 這裏就會定期舉辦一些健康資訊的講座 或者針對長者們的活動 就讓長者可以平常的日子下來 就有些活動 近期有些活動 大家都可以在這個活動預告的版上看到 我們都已經一圈禮回南區了 上年我們又看了北區的原因 對呀 這次我們來看看南區的圓林到底有多漂亮 走進來好像開闊度高一點 對呀 是不同的 因為它的設計有點不同 不同不同 由於設計的佈局又不一樣 所以南區這邊一走進大門這個位置 你會覺得它會是光晚和開闊很多 另外在這裏的前方 亦都有一個比較大的兒童玩樂區 亦都可以看看 這裏的設施亦都是非常之多 很漂亮的這個兒童玩樂設施 當然它亦都另外設有一些長者 簡單做一些熱身運動的區域 另外在南區有籃球場 北區就有網球場 青少年有這些設施最開心 另外它的會所設施裏面 亦都包括一個戶外的泳池 可以讓住戶在夏天的時候 愉快地暢泳 反正在社區設施方面 絕對追及澳門這邊 一些大型的豪宅 又或者一些高端的社區 剛剛有車禮 很多人排隊 我們上不上這輛車呢 因為反而早一點 11點 那段時間 就少一些人出去 現在中午 人多 但車就沒有等 剛才看到是有些車等人的情況 但現在分分鐘 上完之後就要開車 OK 好好好 為了解住戶門 穿梭車去到橫琴口岸 到底要多久 我們也要實察 親自體驗一下 這個穿梭車的行程 結果我們只需要8分鐘 就到橫琴口岸 我們同車也有很多年輕人 證明澳門新街坊那邊 都是充滿了活力的社區 而當我們去到橫琴口岸 在那邊也看到澳門新街坊的穿梭車 現在看到 橫琴口岸 上澳門新街坊的車 我們也看到有一個媽媽帶了一個小學生上車 我猜就是一個小朋友剛剛放學 現在要跟媽媽一起回家 雖然之前也有人說橫琴整個區域的發展 都是相當之荒謬的 你要找吃喝玩樂等等是非常之少 所以當日我們在中午時段 也都來了口岸附近的商場 用五線 餐五線好美食其實不是重點 想告訴大家 看到商場裡面也有不少的人流 同時我們為了 看真點 晚上這邊的橫琴是怎樣 所以在之前一晚 其實我們已經住在橫琴這邊 一些酒店公寓 而剛好這個酒店公寓的樓下 正正就是一個大型新開的商場 雖然現時它的店舖還未完全開 有很多你見到圍了板 進行裝修 但開業的一些食店 其實有些都要排隊 所以你會見到這裏 是有人流過的消費 如果你住在橫琴 比如說住在澳門新街坊 你想偶然出去吃自助餐 又或者吃好一點 你不用去得太遠了 單單去橫琴這一邊的餐廳 都已經滿足到你了 今集關於我們 相隔一年之後 再到訪澳門新街坊 看看外面的社區環境 以及整個橫琴 現時的情況 和去年有什麼 具體的分別 影片就來到這裏了 可以聯絡我們自家兄弟 我是自家兄弟阿湯 下條影片再見 趁著這個開關的日子 你又會不會上灣區這一邊 看好房子 自家兄弟提供VIP 看房子安排 你想到想在哪裡 看房子和買房子 想自家兄弟幫你研究 一樣可以找我們 還會和你分析 樓盤優缺點 看看是不是 不是切合你的需要 跟自家兄弟在灣區置業 還有無償售後服務 跟到尾 快點來我們展銷廳了解一下 追求美好生活 灣區受算自家兄弟 如果還沒訂閱我們 自家兄弟頻道 可以現在訂閱 按旁邊的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的影片 下條影片見 拜拜